9月1日狼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宣布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他说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 任务终于完成了 我的第一站是到苏州给一年前因病去世的老妈扫墓 一时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狼岛卸任的新闻上了热搜榜迪 2012年伦敦奥运会输给日本五元四强后 中国女排在线低谷 在几乎无人愿意接手之际 狼平又一次挺身而出二度执教中国女排 八年的时间里 他率领中国女排两次获得世界杯冠军 一次获得奥运会冠军 还有一次世锦赛亚军和一次世锦赛季军 以及一次亚运会冠军 狼平交出了一份卓越的成绩单 可惜在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排在大好形势下 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0比3不敌土耳其 0比3完败美国 优势局面下遭俄罗斯逆袭2比3告负 连折三阵的中国女排在小组赛第四轮 尚未出场之际就已确定无缘出现 后两轮变阵后虽在荣誉之战中 接连零峰意大利和阿根廷 但为时已晚 两胜三负积7分名列第五 止步小组赛 这是中国女排首次未能闯入奥运八强 获得第九名也创下 对时奥运最差战绩 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起 25年来狼平率中国女排四次出战奥运 唯有东京奥运 没能带队闯入决赛 狼平在微博上表示 今天是我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 任务终于完成了 我的第一站是到苏州 给一年前因病去世的老妈扫墓 去年我们全封闭训练 老妈病重住院 我没有机会很好的陪伴她 请假出来看望老妈时 她老人家已经不太能说话了 最后一次她能和我说话 是看着窗外天黑 像平时每次在家一样跟我说 走吧 回去吃饭休息 明天还要训练 这一年多老妈这一句话 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她的主妇也是我坚持下来的最大动力 这一年多太忙太累时 心里有委屈时 我总是特别想念老妈 想像以前一样说话 和她老人家说说话 今天我给老妈带了两束她最喜欢的花 气上她最喜欢的茶 我们聊了很久 我告诉她我退下来了 以后一定花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让她放心 还特别谢谢老妈这么多年 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我对老妈说 从我自己的角度 这次没能圆满完成东京奥运的任务 确实留下遗憾 但不管是不是完美 我都要交棒了 要告别了 这一路上并不平坦 但是因为我热爱 所以吃的苦受的泪都值得 成败得失高低起伏 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经历的 都是获得都是财富 回首这么多年的排球生涯 我感觉很满足 很幸福 昨天刚到苏州时 酒店保安小哥对我特自然的说 郎导 你好 当时我吓一跳 之后又特别感动 因为喜爱和支持中国女排 那么多球迷 对我像家人一样的温暖亲切 我真的非常知足 从2013年 第二次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 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手里握着这个接力棒 使命感和责任感 让我一刻不敢松劲 新任的时候我想说 我不能保证自己 做对做好了所有的事 但是保证做好了每一天 竭尽全力 鞠躬尽瘁 无愧于心 在离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时候 我要再次感谢领导们的支持 和全国球迷的厚爱 相信未来所有的运动员 教练员会为中国排球的发展 更加努力拼搏 相信中国女排精神会一代 接一代传承下去 愿中国排球 永保青春 随后 中国排协官网刊登了一篇 五千字文章 中国女排为何兵败东营 作者是91岁的排檀 泰斗张燃 她为何会如此狠批郎平 原来张燃早就看不过郎平了 在中国排协刊登文章的标注中 91岁的张燃是中国排协昔日高层 也曾是江苏队的教练 从履历来看 她是老资格了 为国家队培养输送了袁伟民 孙进芳等国手 此外 她还是中国排球杂志编委 国际排联高级讲师 客观来说 她有资格批评郎平 如今她撰写五千字 批评了郎平 直言郎平不听意见 搞大国家队集训 必大于力 临场指挥失误 用人不当 最终导致东京奥运会战绩不佳 在张燃看来 中国女排阵容的更新速度有些慢 特别是近五年 首发阵容基本不变 战术打法老套 被对手摸透 比赛陷入被动 与此同时 张燃也认为 奥运会前 中国女排风尘仆仆参加 世纪女排联赛 既把全部底牌晾给对手 又使精力体力提前消耗 给球队造成了隐患 而在球队的战术安排上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过分依赖个别球员的强攻突破 对于国家队长期集训的模式 张燃也提出了意见 他认为培养人才库应该是地方队的工作 长期集训对国家队教练经历牵扯过大 与此同时 也有耽误更多人才在各地方队成长 甚至干扰地方队训练的隐忧 全国一盘起 地方队应当服从国家的需要和调度 但国家队是不是也应当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地为地方队的利益考量 实际上 这也是为全局利益着想 调动两个积极性 总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 客观来说 郎平执教中国女排肯定是功大于过 但这位泰斗为何狠批 原来他早就不满郎平了 2009年 郎平执教恒大女排 年薪500万人民币 当时张燃就指责郎平搞一家独大 郎平的恒大一家独大 联赛一边倒 有什么好处 既无压力也无刺激 更无促进 此外 张燃很反感大家崇拜郎平 中国排球的命运包括国家队的兴衰 不能总指望一个人 张燃一直认为中国女排的二船有问题 并且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但郎平没有采纳 这让张燃耿耿于怀 更早时期 郎平在2013年出任中国女排主帅 张燃认为自己的权力被架空了 毕竟郎平上任后中国女排基本是郎平说了算了 因此如果中国女排成绩不佳 张燃可能认为自己抓住了机会 然后对郎平下手了 球迷直言 张燃老爷子说话太不留情面了 还有球迷表示 真想和老人家聊聊 写的啥啊 随后在9月1日 中国排协官网特意发布了一则声明 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中国排球协会和国家队利用隔离时间 一直在深刻反思 总结失利教训 中国排协表示 这次成绩不如人意 原因是多方面的 协会也有很大责任 必须全面客观认识 不能以一次失利 否定整个奥运周期的成绩 不能否定国家队全体教练员 运动员几年来的艰苦努力和巨大付出 不能否定郎平教练做出的巨大贡献 的确 对于当下的中国女排来说 当务之急 是在郎平离任后 平稳完成教练和球员阵容的过渡 并在积极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向着三年后的巴黎奥运会努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